现在教大家如何进行一期次普通机器的调频 首先,这个要放一张A4纸放在这个打印平台上 然后打开这个电源开关 现在屏会亮 然后拿一个螺丝刀来触发这个特别的开关 也就是这个调频感应器 触发的时候它上面的灯会亮的 你看 这门这个调频感应器是好的 开机的时候要先检查检查 然后再进行调频 这个调频感应器是好了以后 然后开始让这个Z轴下降 对它进行调频 点设置 点Z轴 然后点加 我现在选的是10毫米这个档位 我现在选的是10毫米这个档位 当这个喷嘴已经快要接近到 这个平台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档位切换一下 把10毫米然后切换成1毫米 或者是0.1毫米也行 然后让它一点一点的下降 防止这个喷头 防止这个喷头装到这个平台 就是尽量让这个喷头 这个喷头紧挨着这个热床 当这个喷头 当这个喷头已经靠进这个热床之后 然后拿一个内六角 然后拿一个这个内六角 这是四的 四的内六角 扳手 然后测量一下这个调伸开开开开开开开关 就是测量一下这个调伸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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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就是这个4毫米的扳手就这么高 大约呢 就是这个跟这个扳手差的一样一样高 跟这个扳扳手高就可以了 如果调查完它太低了 或者是太高了 就需要拿这个最小的1.5的0.6脚扳手来调节这个螺丝 就这这里有个螺丝 松开这个螺丝之后 这个调整开完就可以上升或下降 给你调节一下试一下 这样就可以下下降 这个调料螺丝可以调节调整开 可以调节这个开关的上升和下降 现在这个调整开关已经调好之后 然后我们再开始点这个桂零 开始调节这个调整开关的0米度 刚才只是调节的调整开关的上下的位置 点这个桂零 然后我们开始点击这个1毫米 让它下降 目的是为了 让这个下面这个喷嘴压住这个A4纸 现在挤出头下降以后 先要调节调节调平开关的0米度 也就是说这个喷头 喷头 喷头已经压住这个A4纸之后 你要先把这个调平开关 这个灯熄灭 就是拿这个一字小螺丝刀 先把它逆时针扭 熄灭之后 然后再把它顺时针扭 把它这个灯扭亮 就这样 把它这个灯扭亮 扭亮之后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A4纸已经出不出来了 这样不行 这样太紧了 所以要再上升一点 这还是有点松 然后再下降一点 换 比较太紧 现在换一个档位 又用0.1毫米进行微调 还是觉得 它有点紧 出不出来 这个样子就可可以的 基本上要保证这个A4纸能出得出来 推不进去 你看 能够出得出来 然后 推不进 进去了 这就可以了 现在回到主页面 然后点击Prepare 点击 调平 直接点这个 1 这样点1的话 可能机器是没有反应的 我给你试一下 点1后没有反应的 这个手动调平 你要点击两下 就这个地方 这样要点击两下才可以 点击两下 它这个 面团就开始动了 然后现在还要点击两下 第一个角 点1 然后抽了这个A4纸 它很紧 抽不出来 就要扭这个螺丝 应该是 逆时针来扭 拧紧一下 抽它一下 还抽出来 再扭一扭 再抽一下 再扭一扭 再抽一下 看 瞧的是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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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抽出来 推不进 然后挑第二个小 再抽到A4纸 抽不出来 再 放这个方向上来扭一下 还剩一扭 然后这个只能抽出来 抽一下 现在是勉强地抽出来了 还是有一点点紧 让大家转一下 这样 我出来 推不进去 能够抽出来 推不进去 这是合格了 然后开始点第三个角 在第四个角 然后再一次 然后再次用这个 If you want to do this 撮成这样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抽出来 推不进去 然后抽出来 推 推不进去 进去就可以了 那你开点第四个角 再 medium 再开点第四个角 现在第四个角要调好了 能够抽出来推不进去 这样就是 这门这现在那床四个角要用调好了 我建议大家再重新点一遍 重新校准一下 一边要点两遍 再给你点一遍 再改面再试一下 抽它一下 好像这走一遍一遍 很松了 然后再调一下 再调一下 抽出来推不进去 OK 然后再点第二个角 然后再出了一下 这不行 它松了 这个虽然这样是刻 这个是刻有着 然后再开点第三个角 再出来一下 然后抽出来推不进去 然后抽出来推不进去 再点第四个角 再出来一下 这个就是有点点紧 然后再把它松 把螺螺螺再引紧一点 就这样 然后能够抽出来 推不进去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好 然后再回到第一个点 再来试一下 抽出来推不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么现在已经可以了 最后再点击一下OK 看看中间这个点 行不行 这击一会儿 就这样 如果中间这个点 太紧了 看 现在 这一次值是抽不出来的 要把这个数值增大 增大 然后为了让这个值能抽出来 现在我已经从负的0.19点到负的0.19了 现在这个值就是它能抽出出来了 看现在的值就是这样 也是一样 能够抽出来 但是又能推进了 稍微等一下 改成负的0.2 试一下 负的0.15就可以 现在是负的0.15 可以 现在是负的0.15 然后现在的这个值就是能够抽出来 推不进去 中间这个值也调好了 中间也调好之后 现在就可以自动调平了 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 先要点一下ok 就是要点了ok 点ok进行来保存 点ok 然后抽一下这个值 没有什么变变 跟刚才高度是一样的 也是能抽出来 推不进去 能够抽出来 推不进去 就明这个高度是合适的 然后现在开始自动调平了 刚才那个步驟 只是为了把热窗四个角来调平 现在要进行喷嘴的调平 就要点自动调平 然后点一下自动 再点一下 要点两个一下 点试 把这个A4值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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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现在Primat开始走 还要测25个点 好 现在调平已经完成了 点击ok 然后看一下这个数值 基本上就是这九个数值的话 差点 相差在0.5之内就可以了 现在是0.1 这个调平是合格的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 这个ok ok来进行校准一下 放一张A4值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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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点一下ok 来调整一下 来调整一下 这个自动调整 这个喷嘴是否可以 好 好 然后抽这个A4值 现在这个A4值 感觉有一点点 它太松了 如果它太松了 如果它太松了 然后你就点点这个 正负这个补偿 因为它现在很松 很松 很松 要把这个数值 要减小 一般是减小个0.2 看一下 诶 4个0.1 不行 太松了 4个0.2 然后抽下这个A4值 抽不出来 它以为它太紧了 抽不出来 它太紧了 然后把它调成个负的0.1 负的0.1 现在再抽下A4值 这应该可以了 然后抽出来 还差一点点 所以调个负的0.5 差一点 好 推不进去 能够抽得出来 推推进去 看 抽得出来 抽得出来 推 推 推进去 推 推进去 看 抽得出来 可以 抽完这个数值 必须要点击这个OK 点OK 保存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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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资报告 进去 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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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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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开始抽到这个 一次值 看一下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现在是 现在是负的 负的0.15 出来一下A4值 嗯 这个高度基本上就算是可以了 稍微松一点 但是这个不影响 看 抽一抽筋 然后 然后抽出来 推 推不进去 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 点打印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 这样就可 可以 然后再点一下 再 再试一下 然后再抽假释一下 或者推 推不进去 抽一出来 可以 推不进去 抽一出来 推 OK 这样就可 可以了 这样就可 可以了 就可以点打印了 打印之前 一定要邀请吧 先回到这个 这个主页面 然后 让这个D轴上升 然后 让这个D轴它上升 上升之后 然后 点返回 然后 点这个 点这个 prepare 然后点这个 就直接就是这个 加热喷头 然后 点一下这个 加好 不是 三角形 点一下三角形 然后等它喷头 到了这个设定温度之后 把这个 泡材插进去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